大家好,这是广州之中,今天我们又来开箱了 今天这位烧友选购了HiFiMan的一款动圈的HiFi耳机 H1R10 H1R10是一款售价高达7599元的一款动圈的HiFi耳机 了解HiFiMan的烧友的话是比较少见的 HiFiMan会有这种封闭式的动圈耳机 因为HiFiMan主要是做这种开放式的平板大耳机 这次的H1R10主要是致敬索尼当年的顶级动圈耳机MDR-R10 木壳枪体上是有一定的致敬MDR-R10的设计的 单元就采用自家研发的黑科技TOF振膜 就是把纳米级的材料沉积在振膜表面 起到了改变音质的作用 单元直径高达50毫米 外壳采用航空铝和矩木去做外壳去设计 并且这个外壳官方是有几种木壳可以定制的 仔细看标题的稍有 发现这个耳机其实还是一款蓝牙的耳机 其实它是标配了一个Blue Mini的R2R的蓝牙模块 在接口上模块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款蓝牙耳机 它接上线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一款有线耳机 它标配了SLR的平衡接口线 还有一个3.5的单端线 还有一款大耳机用的6.35的单端线材 方便各种接口去使用 声音上HER10动圈版本呢 它虽然是一款封闭式耳机 但它的声音是非常通透的 整体的中高频是比较多的 而且整体顺态也比较